大家好,我是馬路,印度人 我今天要去銀行哦,要辦一些事情 那我去看銀行開不開啊 我們走吧 我們已經到銀行了,銀行是開的 人也少了銀行 正常的時候人很多了 現在解封了一點 可以說還是有人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印度這邊已經解封了 外面都現在已經有很多個人 之前每天都感染的人有35萬到40萬個人 每天感染的 現在呢就是6萬多個人感染了 我們政府就開了這個 我們疫情的時候很嚴重 每天死的人也很多 每天燒屍體的時候要排隊 還有醫院裡面沒有Oxygen 很多醫院都沒有床位 因為是疫情這麼嚴重 我們政府就5月開始封城了到6月8號 因為疫情封城的時候 你們也知道我在前面給路邊的人發飯的啊 一個月整整一個月發飯啊 如果疫情一直這樣一直接封 一直封城 有很多人餓死了 因為是沒有工作都有很多問題嘛 因為這樣我們政府覺得開吧現在 如果不開的話真的很多人會死 餓死不是因為是疫情死 疫情的時候 我們這裡很多人在 你們也看到路邊也有很多人 排隊要飯 現在呢那些人都去外面工作了 你們我已經發視頻給你們看了 那邊很多人在工作了 我就是我自己這邊就是戳住 你們也知道那個廚師小哥啊 去年二月份開始 我們政府都不給中國人簽證了 我們開了酒店啊 還有中國餐廳啊都沒有營業了 今年三月份到六月份 我們這裡政府都已經封城了 戳住也是跟我們在一起 每天做飯給那些中國人 就是一直留在這邊的嘛 那個時候沒有飛機 就回不去他們的國家 我也是照顧他們的 我們去年也是給 做飯給那個朝邊的人啊 那個時候呢我們自己做的 戳住還有鍋爐你們也知道 他們兩個人做的 我們就發飯 封城解封的時候 戳住還出去外面 找extra income的工作嘛 就是刷牆啊這些 就是兩個小時 晚上早上跟我做工作 剩下呢他去外面 找那個刷牆的 那慢慢的那個工作也沒有了 因為是很多人沒有錢啊 為什麼要刷牆呢 沒有聲音啊 那抽度又回來我這邊啊 我現在就每個月給抽度 大概算起來 就兩萬塊魯比嘛 如果正常的做一些這種的工作 就是給一萬魯比 因為他家裡有 他一個人照顧他的媽媽 他老婆還有兩個孩子 如果那一萬工資的話 他的租 租那個房子費 就是要七千魯比 他生前什麼生活呢 有這麼多個人 因為是如果有生病的話 還要給醫院那邊錢 那個也是很麻煩的 住院看病都不要錢的 不過還是要medicine這些 都要錢啦 這個還是用錢 用錢的地方還是要用的 抽度這種的 Line income的人 外面有很多 他們不是懶 也不想 不是不想工作的 他們想工作的 他們也是很努力要工作 不過問題就是外面沒有工作 外面沒有什麼work 他們去哪裡找工作呢 因為是這個問題 政府就開了解封 我們這裡呢 疫情以後 很多東西的價格 就 漲高了 正常的就是 每天要油 就是炒的那個油 本來是140魯比 現在就是180 200魯比一公斤 我們這邊是那個咖哩 本來是60塊嘛 現在就是120塊魯比一公斤 還有Onion 本來就是30塊 現在就是60塊了 還有什麼 雞蛋呢 本來是5塊魯比 現在是變成7塊魯比了 最大的就是 不一樣的 就是汽油 本來說88塊魯比一身 現在呢 就是105塊魯比一身 這個是最高的 一個different 現在解封了 政府跟每個人都說 你們自己照顧自己了 現在 這個口罩就是vaccine嘛 如果沒有打疫苗的話 你們看到外面 後面啊 這些很多人都不戴口罩的 因為是這樣 我都怕了 就是搞不好這個疫情 又會爆發了 現在這個時候呢 沒有什麼結論 如果下個月有 marriage the season OK 如果那個時候很多人 還有一些結論 還有一些結論 那個綁繩子的 姐姐妹妹綁那個 哥哥的那個 都有 如果那個時候爆發了 就又一個 3rd wheel 4th wheel都會來的 還有最好的事情啊 我收到兩個種子了 豐牧節快樂 我等一下拍給你們 我都很想吃了 收到真的是 那些費用都500塊人民幣了 那個種子呢 不貴的 就是因為發了500塊人民幣了 真的 我一定要吃這個種子 兩三天吃完 我不可以一天就吃完的 今天就說到這啊 拜拜 拜拜 關注我是馬路哦 哇 動物節快樂啊 我的種子已經到了 好開心了 兩個而已 我要吃一個啊 我要一個要給金金的 他明天來吃 這個要 感謝都巴都媽 我就吃到種子了 這麼大的種子 真的是弱這麼一點點 我先吃吧 哇 很好吃哦 謝謝你啊 那個什麼 動物節快樂啊 動物節快樂 我要留這個放在冰箱吧 明天吃 很好吃 心裡都很舒服 發這個種子硬費很高 這個種子這麼便宜 硬費是500塊的人民幣啊 有沒有別的提到 我可以收到很多吃的東西 在這邊就好了 我都不想吃 你們有沒有別的方式 就是越快越便宜的 如果你們有就聯繫我 你們到處幾天多少錢 這些吃的東西可以發 你們慢慢吃 你們慢慢吃 也說一下